在三级警戒期间,每年这个时候部落要举办的封年祭也遭到停办了 有名代表认为说,活动停办经费是不是可以转换成购买防疫相关设备 让自主消毒管理的部落有经费可以加强防疫设施 疫情严峻,目前各地方政府积极防堵疫情 而花莲每年暑假各部落所举办的封年祭典 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而决定停办 部落头目就觉得是否能够将活动经费转做为部落防疫资财的补助 让自发性自主防疫的部落青年能够有更多资源 协助做好部落的防疫工作 封年祭都停办了 当然相关的经费是不是能够转换为给部落一个使用 由于我们部落现在疫情很严重 都是自主性来对这个部落的防疫工作 有没有去喷散这个药剂有没有 当然就是说这个经费 希望主管机关有没有 能把这笔经费,封年祭的经费转换为 这个部落给使用 能够达到防范这个疫情 部落青年表示 每个星期都会做好部落的消毒工作 也都是年龄阶层 自主性的提供设备与消毒水 耗材进行部落的消毒工作 能够有经费的益助 更可以购买消毒用品 提供部落长者来使用 毕竟是自主性的嘛 自主性的当然希望受到上级的一些关注 那如果有这一笔经费 我相信只会让这个消毒的工作更加的顺遂 也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啦 偏远地区人力缺乏 消毒工作无法经常仰赖地方乡镇工所来进行 部落也都支持丰年祭典的停办 但希望活动经费能够转作为防疫资源的益助 更可以大大提升部落青年 在自主防疫上的协助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